大概就幾個地方 而且很多地方用取代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跑一下 體重多少 體重70 身高172好了 OK這樣子 還標準 如果他體重假設再多一點點 如果80公斤的話 假設是172 一樣 就輕微肥胖 剛好就是我現在的狀況 我的目標是前面一個 不過現在要減一公斤還真的很困難 因為這個澱粉類的東西 沒辦法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我怎麼改的 一 我會先 這個程式基本上 假設從無到有好了 標準化流程 以後可能你乾脆就把它設定一個固定的SOP 一 先插入一個程序 也許 程序名稱 也許跟這邊一樣好了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名稱 叫做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叫if bmi 好了 也許跟這個的module名稱一樣好了 我們就取叫if 這邊叫ifbmi OK好然後按確定 是一個SOP Function的話是 制定函數 這個在VBA裡面比較特別是 如果你有return值的話是用Function 如果你沒有return值是SOP 那在Python裡面不管有沒有return值反正就是 Def 它沒有分 但是在VBA裡面是 有回傳值才是Function 這個可能是規則上不一樣而已 按確定 好 第一個我先創一個什麼 創一個SOP 投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我把什麼 這一段我們寫過的程式 把它Ctrl C有沒有 Ctrl V到哪裡呢 Ctrl V到我們這個中間喔 貼上 那當然第一個我需要做一個Tab 縮排一下 選取它一個Tab 把它縮排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把什麼呢 把那個input box有沒有 把它改 就input 乾淨用取代好了 我習慣用Ctrl H 取代 input改成input box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打一下input 把它改成input 加一個box好了 然後把它全部取代一下 box 然後全部取代 input 怎麼 啊 那前面好像也取代掉啊 不行 這可能要Ctrl Z一下 因為連上面也取代掉 因為可能要逐一個取代 這個取代 下一個再取代 上面這個不要取代 不然要input 什麼box 都多一個box 取代兩個就可以了 這兩個取代 那這個轉型喔 其實這邊 可以拿掉 因為這邊的話基本上不用轉型 這個也可以不用轉型 把轉型拿掉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轉型也是拿掉 但是這邊的話呢 這什麼呢 升高乘升高 應該是升高的平方 那平方呢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VPA 不是層層 他是用什麼 用一個 這個符號 Shift加上6 那這個叫做 什麼 Car 什麼 Caren C-A-R Caren 或者你Google一下啦 Caren 他實際上就是 向上 有點像是 告訴你說 是二次方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三次方 後面加個三就好了 這個也是規則上的不一樣 所以大概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 註解可以拿掉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個冒號 基本上後面好幾個 其實都是要把它改成Zen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也是一樣 C-C-H 冒號取代成什麼 空白加一個Zen 其實道理好像差不多取代一下 有沒有 這個也要取代一下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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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邊不用取代 因為L10這個地方不需要 所以把這個L10的地方 刪掉 請你在最下面補一個 N的if 他需要結束 這個if 的邏輯 他有一個頭 一個尾 Python不用這個 可是 VPA 一定要 再來的話 N的Then AoS-if 在那個 VPA 這樣子 ining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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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我 輸入的是小 Nej плох 如果他移開一定會變大寫 這個我想VBA的一個技巧 好啊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所以大概我做了幾個動作啦 反正就是大概固定SOP 把改改的改一改 啊其實Python的程式 就可以變成VBA了 OK 所以基本上 當然簡單的東西 你可以不用說一個轉譯器啦 如果一個轉譯器有的話那更好 這個不一樣 我們是請 但是VBA是單引號 比如說你前面的話這邊要一個註解 那我習慣一個TAB 單引號開頭 然後E這是什麼動作 有沒有啊如果是單引號開頭的話 這個表示也是 不執行 OK 那另外當然 還有一些剛剛是Ctrl 就整個範圍全部註解的話 剛剛是Ctrl加斜線 不過這邊Ctrl加斜線不行 那你要怎麼全部註解喔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大範圍註解的話 可能要利用VBA的 那個裡面的一個工具列 在工具列上的話按右鍵有一個編輯 編輯裡面呢也有一個叫什麼 使程式變成註解 有沒有 使程式還原 這樣有沒有 大範圍的 這也是會小技巧了 你不知道的話變成你全部都要單引號檔 如果你要全部註解的話 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OK那請各位也是一樣試一下 那把那個 之前我們寫過的這一段程式 這一段程式 把它拿來改 當然如果你這一段程式 沒有存到檔的話 我一樣把它貼到這裡好了 幫各位貼到那個雲端上面這一段 Ctrl C 貼到雲端上 所以你們雲端上應該可以看到 看到這一段程式 奇怪 OK我等一下幫各位貼 OK 那另外有這個黑白的喔 順便教各位 那個雲端上還蠻好用的外掛 雲端上有外掛有沒有 他有一個叫什麼 CorePretty 我之前找一下 外掛 發現有一個呢 因為他這樣醜醜的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我貼上的那個 程式都變彩色的 那以前我是真的一個一個慢慢改 我發現太 太浪費時間了 後來找到這個外掛有沒有 CorePretty 他有一個什麼呢 自動幫我全部把它 填顏色的功能 這樣馬上變彩色了 這個功能是 那個Google那個文件裡面的一個外掛功能 你其實應該 會使用雲端吧 這邊有個什麼取得外掛 你可以去搜尋那個 CorePretty 或者打一個Core也可以啦 他會自動出現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 好處就是說 因為 一般還是喜歡用那個 GitHub 就是 放在雲端上面 GitHub 可是那個GitHub的缺點就是說 他就是放Core 但是他放圖啊放其他做編輯 對於我的教學 還是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的習慣後來 但是我貼到Google Doc就好了 而且 在Google的雲端硬碟也比較好存取 我的手機直接用那個他的雲端的那個App 有沒有直接就可以手機上可以看 所以我要看哪些 我以前寫過的Sample Code 我馬上可以看到 但如果你用GitHub就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我後來還是反而習慣用那個 那個程式貼到 我的那個Google的 這個雲端Duck裡面 我發現還蠻好用的 當然 每個人 有每個人 去處理你程式的 這個方法啦 當然我建議你自己還是要有自己的一套 如果你習慣用Apple的產品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Jobox 其實他也有類似的功能 只是就是你習慣不習慣 好不好用的問題 最好當然你可以馬上 你要找什麼樣類似的程式嘛 那他就可以馬上跳出來 你會不用花太多腦筋 去想說那一段程式該如何寫 因為你要重新回憶一段程式 真的是非常 非常辛苦的過程 真的還是你凡走過一定要留下來 真的 你光一個小地方你要想都想破頭了 所以你把它記下來之後就一勞永逸了 這點我非常有感覺 所以我從來不會露出掉任何一個重點 你以為你現在記得起來 真的有的時候 好像記起來了 然後隔天想 奇怪 我明明好像我打了什麼指令 我怎麼馬上又忘記了 然後回想起來好像又 就是真的是找不到 找找找找找半天 算了反正改天 那可是問題這個問題就會一直存在嘛 所以 真的不要漏失掉 每一個重點 這個學程式有的時候 他比較麻煩的地方就在 因為要記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那千萬不要把它記在你的腦海裡 因為 你的 腦袋裡面的記憶體是不可靠的 OK 我想應該這個是一般人的通病 真的 而且你把它放在你的你的記憶體裡面 他會很容易就造成你疲倦 因為那東西會有相容性問題 因為這東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話 他會 互相排斥 所以你會覺得很疲勞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暫時找個地方先放著 然後哪一天呢 盡量一定要消化 一定要跟他相容 所以如果你跟他不相容的話 很快的 你就跟他排斥了 那慢慢這些東西不見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之前寫過的那個BMI 把它轉一下 轉成BBA